如果让你穿越到一个满是怪物横行的世界里 选择自己的伙伴一起建造属于你们的家园 会选择谁呢 五个月前我还是一名普通的销售主管 那天我签下了一笔大单 庆功宴上只是喝了杯小酒 突然我胸口一闷 就穿越到了一个怪物横行的废土世界 本以为是恶作剧剧场跟我开的玩笑 我拼了命的想要跑出这个鬼地方 但这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宝阔 更离谱的是我发现我的身体从头到脚都换了个人 不仅如此我的眼前也凭空出现了的系统界面 就这样我成为了这个世界的适荒者 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报警 结果我身上别说手机 连根毛都没有 随后我在这里折腾了一天 肚子也忍不住地开始打鼓 为了活下去 我只能接受现实先寻找食物填饱肚子 没想到的是居然还真被我找到了一个有益烟的地方 本想进去找点吃的并打听打听一下这个世界的信息 不然一把枪顶住了我的脑袋 对方正询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听到他说的竟不是我原本世界的语言 但我却能够听懂 甚至感觉自己还会讲 我对他说道老哥 不要紧张 我只是路过这里 没等我说完突然一声枪启 吓得我冷汗直流 一眼看去 死在我眼前的是一只雄型怪物 随后他对我说到这里是废土世界 不是游乐场 没有装备就到处逛的话 可是会成为这些怪物的口粮 就这样我在这里生活了五个月 了解到这个世界在两百年前的一场大战中 几乎摧毁了整个人类的文明 至此进入了废土时代 而这片废土时诞生了各种逆变动物 还有来自掠夺者的威胁 虽然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一定的理解 但却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 一直出现在我耳边 好像是在指引着我去到一个地方 之后我跟着声音的指引 来到了一处废弃的疗养院 随着我的靠近声音变得越来越剧烈 错不了 呼唤我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先进去看看吧 当我来到一扇关闭的大门门前 我心想难道这里是一处避难所 看着门上和我手掌大小的激活入口 我便将手放了上去 随着门就打开了 突然 一道巨大的身影把我笼罩 我心想我该不会是激活了某个大boss吧 随着他的走近 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矮小的智能机器人 没等我开口 他对我说到他是这处避难所的小助理 而我将是这里的管理者 这事系统突然弹出 将我的身份从拾荒者提升为了管理者 过后我在机器人口中得知我需要利用系 引导其他世界的玩家来到这里一起共建家园 完成任务后并可获得奖励不断升级变强 系统会通过特殊的方式将游戏头盔发放至每个玩家 玩家只需戴上头盔 便可与避难所的培养舱连接 以克隆的身份再次醒来 待他说完 我的心中已经升起了不尽的喜悦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的金手指终于来了 看着眼前的机器人 我想着叫编号的话太过傲口 以后你就叫小器吧 他听后喊着我有名字了 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的手舞足蹈 这一幕令我五味杂陈 没一会系统就给我发布了任务 招募四名玩家 便可获得他那米防弹背心 夜晚 原世界的某DQ群里疯狂地讨论着一款名叫废土的游戏 此刻我正坐在避难所的店铁前听命的打字 发送了一段信息 如果你们愿意尝试的话 就请点击右方小红星 男人看着我发送的链接 心想这东西我当然是不相信的 但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我在少女圈轴中亲手捏的老婆 岂不是都能从游戏里搏过来 随后她大叫一声谁怕谁啊 作为一名大学生 就是要拥有敢于探索研究的精神 说着就用手在键盘上一滑 当即就按下了游戏的预约按钮 我是废土世界里避难所的一名管理者 我可以通过系统以游戏的方式 传送各个世界的玩家过来和我一起建造自己的家园 这个男人抵不住心中的诱惑 按下了预约游戏的按钮 此刻他正在学校的食堂里 听了老命的干法 吃饱喝足后哼着小曲要回宿舍 他回到宿舍时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快递 心中有些疑惑 接着便打开了快递 里面正是我在废土世界里发放过来的游戏头盔 他拿起头盔不敢置信的想着 这是咋这么邪门 也不管那么多 先戴上看看 他正幻想着马上就要与自己捏造的老婆见面 心中就激动无比 还没等他从幻想中走出 出现在他眼前的 却是游戏激活中 还需等待三天时间 他怒喝着不要 我裤子都脱了 你居然跟我说还要三天 游戏聊天群里也是炸了波 面对着众多质疑和疑惑 我解释着因为看在大家都是游戏的忠实用户 所以才将头盔现一步发放给玩家们 这才打消了大家的质疑 过后我和小七规划起游戏的一系列功能 因为避难所前期建设需要体力劳动 男性玩家更重要 我便让小七将官网设置成更吸引男性的美女 这时小七问我为何只发放四个名额 咱们的官网不是有11个玩家预约吗 我解释到前期的资源太过溃乏 那么做的话还没做起来就饿死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目前要做的 就是将这四名玩家先培养起来 每一会系统提醒到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请领取获得的奖励 那米防弹衣看起来挺高级的样子 当我点击领取后 防弹衣竟然直接在我身上穿上 看着防弹衣的各种属性 以后在野外活动时就更加安全 正想着 小七对我说到防弹衣只是开胃菜 奖励盲盒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但购买条件是之前在任务中获得的奖励点 每个等级的盲盒对应的点数和物资则不同 低级盲盒中能开出食物 中级是药品 高级则是武器 我心想那我是用五个点数开出级 还是先攒够一百点数再抽把武器呢 当我还在左右为难时 系统给出了新的任务 确保一名玩家登陆游戏 奖励活性物质提取器 准备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 奖励点一百点 一一百点 我勒个去 小七提示我活性物质 类似于复活玩家的复活壁 如此的话武器就等完成任务后再说吧 小七帮我把点数全都用在初级盲盒上 这时机器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而我此刻脸上满是阴沉 看着机器上出来的食物 这就是盲盒奖励 这系统也太抠门了吧 当我是小孩子吗 给我发放这么多糖果是怎么回事 而且为什么还少了一个食物 突然 我看到了食物中夹杂着一封纸条 我心想这是个什么玩意 看着纸条上写的一连串文字 这是留给继任者的彩蛋 我愤怒地说到这哪是什么彩蛋 分明就是要故意坑我一个奖励 不过话说回来 在文明失落的条件下 还能创造出如此牛掰的黑科技 看来那位初代管理者 不仅仅只是天才那么简单 随后我问到小七 是否认识这位初代管理者 然而小七并不知道 因为他也是在我刚来到这里后 才被组成去击活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吧 玩家三天后才会登陆 我先去回收站看看能不能找点食物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放心吧 最晚三天 顺利的话明天就能回来 如何驯服一只单纯可爱的小野猫 你只需要一颗香甜可口的棒棒糖 就可以轻松倒定 就在刚当我为了张罗玩家们的吃喝拉撒 独自一人来到了怪物横行的野外 意外碰上了几只双头猎狗 我本可以轻松拿下 但为了不节外生枝 便放弃了行动 不久后我来到了此次出门的目的地 废品回收站 称上的几块电池和几枚子弹 就是我这一天收集到的物资了 一共换得三点筹码 随后我问到这里是否有武器还 但结果可想而知 这里并没有 不过他建议换点食物和燃料 因为马上要过冬了 你是五个月前的那个小伙伴 看你在这没经历过冬天 老朽就跟你讲讲了 冬天的怪物会变得相当活跃 你永远不知道雪下埋藏的是可回收废品 还是怪物的疗雅 一旦入冬 商队就不会再来这里 你寻找到的废品也只能堆积在屋里 这老查理又开始了 他本是某处避难所的人才 后来被人抓去做了奴隶 之后被当作物品进行了拍卖 接着被贝尔街的镇长买下 把和拾荒者打交道的工作交给了他 如果不是这个世界糟透了 他大概会像他的父辈一样成为工程师 医生或是学者吧 总之不会在这里给别人记账 想到这里 我不免有些感慨 也许因为他也曾是避难者 才会对我如此照顾吧 回到破旧不堪的家中 数着一盒微不足道的筹码 可这已经是我的全部身价了 到时候玩家们来到这里饿着了 不会对我做出不堪设想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我又要出门找废品了 忽然出现的小女孩把我吓了一跳 小女孩不知所措的对我解释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见你家中有些动静 以为是近了小偷 想来帮你看看 我不好意思地说到没关系 谢谢 见我没有责怪 他很开心 大哥哥 以后你外出了 我可以帮你看家哦 反正 我也闲得没事干 我露出邪恶的模样 小孩子在外就不要和陌生人接触 到时候遇上坏人了咋个着 小女孩听后一脸娇羞 我才不是小孩子 还有大哥的你才不是坏人了 之前我饿着了你还给我送汤喝 原来 他还记得那事 自那以后他就常在我家附近蹲着 好了 不要生气了 大哥哥我这有糖吃哦 看来他没有吃过棒棒糖呢 我来帮你吧 我将棒棒糖的包装袋撕下 递给了女孩 他像是没见过的模样 随后便舔势着 帮他尝过后 对我说的好甜呀 你喜欢就好 这玩意叫做棒棒糖呢 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哥的笑呢 这么好吃的东西 大哥哥 你也尝一口吧 如果让你穿越到一个怪物横行的废土世界 和你的伙伴一起建造属于你们的家园 你会选择合神呢 今天是玩家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 此刻我正在门外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走出传送舱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惊呆了 一口同声地说出这也太真实了吧 瞎脸的是力量系玩家白居 扯裤裆的是敏捷系方长 擦眼镜的是智力系狂风 最后一个是啥也不是的系统夜市 就在这石门外传出阵阵声响 当大门打开来人正是我和小七 欢迎各位的到来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建自己的家园 重建整个人类文明 我是这里的管理者曙光 另外他是我的助手小七 现在的四人已经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袋 很好 我的气场已经狠狠将他们拿捏 下一秒一大堆的问题从他们口中说出 问的我是不知所作 不过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直接将新手手册甩给了他 不久后 我们来到了野外 而他们正讨论着群里的阿光去哪里 得罪这个管理者恐怕会被封号 看来这个NPC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正走着 我转头说到希望各位能够认清现状 冬天马上要来临了 目前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拿上地上的紫团 收集足够的木头 当作过冬的柴虎 并且还要修建好眼前的这座疗养院 众人也是干劲十足 我们一起重建我们的家园 不过你们也不要走得太远 不然遇上了怪物我可没办法营救 了解一切后 他们抄起家伙就往树林里走去 我让小七跟上他们 以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 过后众人都在忙着手中的事情 没一会就累得气喘吁吁 夜时指着森林的深处问道 你们说 如果我一直往里边走 会不会遇上住在森林的精灵小姐 你精不精灵的我是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定能碰到什么恐怖的怪物 如果你敢擅自行动 我俩就擀了你的腰走 不多时他正想着我刚刚的一副拽扬 气就不打一处来 老子凭什么要听一个NPC的话 不然 他的头上出现了一个红色感叹号 手中的斧头也掉在了地上 煞时间一道犀利的爪痕 抓在了一旁的大树 夜时也被突如其来的攻击 吓得瑟瑟发火 我是废土世界里一处避难所的管理者 因为冬天即将来临 我带领着四名玩家在野外收集木材 交代完一切后 我便回到了避难所 研究着系统奖励的一台活性物质提取器 我在系统的说明书上了解到 活性物质是合成玩家克隆体的原料 但原料需要自己收集 另一边的小七心急如焚地跑回避难所 大喊着出事了出事了 说是有一只大鸟袭击了在砍树的玩家们 我听后顿感不妙 与此同时的大鸟正矗立在空中 夜时还在吐槽着这游戏居然没有怪物图键 狂风听后解释游戏 昨天就已经更新了各种功能 随后他眼睛一提便分析出这只大鸟 正是一种图键中的变异大损 眼看大损就要扑向他们 狂风还在默念着敌不动物不动 当他看向一旁时 其他几人早已不见踪影 就在他还在怒斥躲在草丛里的几人的时候 我已经打来并向大损扔出石头吸引其注意 我的举动令他怒气飙升眼冒红光 紧接着向我俯冲而来 我紧握手中长矛 轻烈地说到畜生就是畜生 再怎么变化智商也比不上人类 就在他要攻向我时 我举起手中长矛 伴随着一句你准备好受死了吗 下一秒长矛直接刺破了大损胸膛 这一系列的操作令在场的四人直呼牛批 不久后刚刚的大损已经上了我们的烧烤价 而四人怀疑变异的怪物到底能不能吃 当然熟了就能吃 不过要是有调料就更美味了 只可惜这里是废土世界 他们怕吃不完 说着吃剩下的可以存放至冰箱里 我解释到就算是这里的主人 镇长的城堡里也仅仅只有一台冰箱 听到镇长城堡四字的夜时又开始了他的幻想 幻想着几个女仆 躺在床上等待着他那某种行为 这时的方长问到管理员大人 请问我们一共需要多少木材 当然是有多少砍多少 他们听后顿时就没了之前的干净 一个个的都开始想要摆烂 见此我又要宣布割韭菜的任务 只要完成我发布的任务就能获得贡献点 贡献点可以在我这里兑换各种奖励 比如说五个贡献点可以换一个烤鸡腿 八个贡献点可以换两个烤鸡腿 说到这里他们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撒腿就要跑去砍树 生怕到时候自己兑换的鸡腿没有对方躲 我是废土世界里一处避难所的管理者 我可以通过系统以游戏的方式 传送各个世界的玩家来到这里 和我一起建造属于我们的家园 就在刚刚四名玩家争先恐后的跑去砍树 想要完成我的任务获得贡献点 以此来兑换一种大嘴的鸡腿腿 此时的他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接下来就是我宣布结果的时刻 玩家白鞠获得了800贡献点 夜时和方长获得了相同的450点 黄峰还在抱怨着自己的体质 还仅仅获得了300点 随后我告诉他们自己获得的贡献点 可以在官网查看 贡献点除了可以兑换物资之外 还可以兑换复活币 本想着等他们完成任务后 带他们去消费 可是看着手中所剩无几的筹码还是算吧 这时方长看到避难所的前哨没电 询问我为何不弄一台发电机 其实我也想 但在这里并没有人懂电工相关的技术 如果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会给予特殊的奖励 随着夜幕降临 玩家们纷纷走向了传送舱 即将离开此地 而我看着他们的离去 想到得找一些熬夜休闲的人才行 不然夜晚就我一个人着实有些危险 正想着 小七问到系统刚刚生成了一份体检报告 问我是否需要查看 那就看看吧 每次玩家下写 系统培养仓都会保留 克隆体的部分基因并进行开发 每个玩家都拥有着自己先天的能力 比如说力量 当开发进度达到1% 玩家们的先天能力就会达到最完美的程度 目前玩家们的开发进度都介于1%之间 听后我明白原来玩家们居然还可以升级 这不妥妥的养成机制 另一边的现实世界 狂风刚从游戏中醒来 他在这一边的身份是为教授 此刻的他正在想着之前我提到的发电机 想要解决此事 他来得请教一下汪教授 当他来到食堂已是中午12点 对面坐着的正是汪教授 他正在与一旁围观的女同学们打着招 只因自己长得太帅被他们所遇恋 这时狂风说到自己最近看了一本末世小说 他疑惑着然后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在末世中该如何解决电力问题 早上说想要请教我的事 难道就是这个 小说里面的事你都这么叫真 该不会 你真的能够穿越到末日世界里 狂风听后一脸镇定 实则心里早就荒作一传 他怎么会知道 游戏封册名额不是只有四个 我是废土世界里一处避难所的管理者 其他世界的玩家们可以通过我创造的游戏来到这个世界 而我可以为他们发布各种任务给予请力 就在当当狂风为了完成我提出的发电机任务 回到现实世界后找到了汪教授请教方法 接着汪教授询问他废土世界的整体背景 他回答设定是在核武器战争的200年后 这样的话未经保护的电子设备 会因为核爆产生的电磁脉中锁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 狂风听后立即拿出自己的小本本说到愿文奇想 一般来说汽车上都有一台可回收的发电机 只要让转子旋转起来 就能产生12伏的直流电 如果再加上逆变气 把直流电转化为240伏的交流电也不是不可能 说完后他就要离开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话随时来找 等他走后 狂风固带子里的手机来了条信息 当他打开一看顿时无语 原来是方长在群聊里发送的废斗游戏攻略 而方长正在摆满脚杯的房间里 他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位游戏博主 此刻他正在直播间与网友们聊着废斗世界的攻略 讲述到在游戏中超现的疼痛不会有感觉 但轻微的掐脸会把脸掐住 不仅如此还有复活机制 但但同的是死亡后需要三天的时间C定 但最重要的是希望屏幕前的光哥 能够允许玩家们自由设定性力 另一边的我听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当前预约游戏的玩家已经来到25人 但还不是新增玩家的时候 既然这小子这么卖力的帮我宣传 那我也得在群里说点什么才好 当即让系统开启语音输入模式 接下来就是游戏的第二轮测试 新规则填写自己的长处或者兴趣 可以决定自己的属性天象 但自定义性别想都不用想 另外游戏中玩家自己的行为决定NPC对你态度 只要好感度达到一定程度 可能会触发隐藏任务解锁隐藏职业 好了就到这里 详情可以在官网自行了解 就在我想休息一下时 突然想到既然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头盔魂穿到培养仓 那我岂不是也可以 小七听后沮丧地解释到他的数据库内 并没有与我基因相关的信息 所以无法帮我连接培养仓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小七那你可以帮我计算出我的各项属性 当界面谈出 看着我的各项属性 等级无止的是开发进度 那我的属性岂不是比其他玩家高出一个档子 正当我疑惑之际 系统谈出 提示我解锁了成就 新手营党员 获得十点奖励 与此同时 小七提醒我现在可以兑换一次中间网合 那就试试看能开出什么吧 只要不是止咳糖浆就好 随之机器响起 我一脸阴沉 也不知道机器上出来的是什么玩意 系统提示我这是肌肉强化注射器 可永久提升肌肉强度 强化效果随着注射次数递解 但这玩意在避难所内放了200年还能使用吗 这不禁令我有些后怕 但也管不了那么多 注射试试 注射完之后 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效果 看来这样是过期要 忽然 一股莫名的能量在我手上显现 但我只感觉到有点酸酸麻麻的感觉 我是末日世界里一处避难所的管理者 我可以通过割韭菜的方式榨干任何一个玩家 就在刚刚我炸的玩家一件肌肉强化注射器 当我注射之后 一股莫名的能量在我手上显现 带能量消散 我只感觉浑身神清气爽 正当我回味之际那股感觉又莫名消失 难道真的是过期产品 既然如此 先让小七帮我做个全身解答吧 接着我的属性面板跳出 好像力量和体质上升了一点 这时小七解释当我的力量属性达到时 就能够拥有比一个成年男性强两倍的力量 既然没有过期 那就这样吧 随后我询问小七现在几点了 已经凌晨四点 看来只有一个半小时玩家们就能再次进入游戏了 小七你去准备一下 等小七走后 系统也在这时给我更新了任务 居然一下子给我出了20个日常任务 然而主线任务并没有更新 应该是没有满足条件吧 20个日常任务 也足够我获得150点的奖励点 但是就我一个人做可能会直接累死过去 目前游戏的预约玩家才35 想要收获更多的玩家 或许要用新的推广方式 投放广告的方式不太现实 不然到时候进来一些要吃饭饭 嫌弃衣服闯 觉得游戏无聊的玩家 那我不得直接尬死过去 想到这里 让玩家们注册账号 提供电话号码和收获地址 刷选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玩家不就好 说着我就在群聊发送了问卷调查 另一边现实世界的一台电脑上 跳出群聊的通知 吓得一个女人瞳孔咒作 当她看到不是甲方崔丹的信息 才放下心来 此刻她正在烦恼服装设计找不到灵感 群里好像聊得热骨朝天 心想自己也凑凑热闹了 而群聊里现在已经炸了波 当她将信息滑下 看到了我发送的预约链接 抱着好奇心点进去 随之跳出了一个游戏简介 紧接着就是一些游戏讲解 看后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 不然 她看到了游戏简介上出现了整容手术 以及一体改造 不仅联想起这都是当前时尚界的新风格 她一个起身 激动地说着我终于找到灵感了 真是太酷了 随后她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游戏的预约案 就这样废图里又多了一个人才 光复整个人类文明 我通过游戏的方式 召唤了各个世界的玩家来到我的避难 和我一起完成系统任务重建废图事件 此刻我正翘起二郎腿 得意着自己刚刚发布的游戏问卷调查 这时我想起了什么 看着电脑上的时间已是早上6月 看来是时候去迎接我可爱的小韭菜了 韭菜们正在吐槽着自己的游戏属性面板 早已将前来欢迎的小七晾在一旁 忽然夜时一脸便秘的模样捂着肚子 急忙问到小七厕所在哪 但小七的回复是这里只有培养舱没有厕所 地旁的几人健壮立马将她拉开 等我来到这里 夜时也已经拉在了裤裆里 为了得到我的好感 他们立马摆好姿势露出一脸敬畏敏 见此我也是一脸严肃 看来昨天在群里说到的NPC好感度 几人都有所了解 随后我对众人说到马上就要降温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储备好食物 饮用水 燃料等等 过后我们来到了避难组外面 没等我说话 众人一口同声的提议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盖一间厕所 说着有了厕所之后再挖一个大坑 拌入草木灰和木屑堆肥 这样我们就可以制作出肥料 听到这里我想到贝特街 好像也会收集居民 以及牲口拉出来的精华 卖去附近的布朗凝庄 难道也是作为肥料用吗 这时方长又说了 把拉出来的精华和有机物密封 起来弄个爪气池 让艳养细菌将其转化为 可燃的甲烷 生产的爪气则可以做成 甲烷燃料电池 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 一个茅厕发电站 说了一大堆我倒是没听懂 但这主意不错 可以考虑 这时狂风分析出 想要做好这一切 需要大量的密封和储气的材料 这倒是没什么麻烦的 这废土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塑料 尤其是饮料瓶和垃圾袋 随后我让他们去附近的城郊 找找所需的材料 并告知我手指的那边 是写着任务和奖励的公式牌 任务牌上一共三个任务 收集木材 寻找储水容器 搜集可以回收的废品 等我说完狂风举手 说到关于发电机的事 自己有了更快捷的方法 我让他说说看 接着他询问我这附近 是否能找到车 汽车上面基本都带有车载发电机 有倒是有 不过那里我都找过 并没有什么发现 我想再去看看 万一找到了呢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去吧 不过前提是在带一人过去 不然到时候遇到了一种怎么办 为了光复整个人类文明 我通过游戏的方式 召唤了各个世界的玩家 来到我的避难所 和我一起完成系统任务 重建废主事件 就在刚刚狂风 为了弄到汽车上的车载发电机 想要前往湿地公园 停车场寻找 我不放心 便让夜市一起前去 说着让他俩跟我到避难所 去领取地图和装备 马上就能走出新手村的夜市 还不忘跟方长河白居嘚瑟 白居当即就对他敏了个夜 不久后 他们跟着地图的指引 来到了离避难所 两里地的停车场 但这里好像早已经 被其他人洗劫一空了 见此情形夜师 吐槽着要不还是回去 黄峰还要坚持 来都来了 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只见他来到汽车跟前 使出毕生功力 愣是没能抬起汽车的引擎 随后大叫着夜市 你来吃干饭 还不来帮忙 夜市瞅他这么落机 不禁想到他在现实世界 是干什么的 接着两人使出了 两年半的力气 才将此打开 看着汽车引擎里 满是秀静和青苔 黄峰脑细胞差点消耗殆尽 也没能看出哪个是发动机 询问夜市 你不是跟我说你开过车吗 帮我看看 极品飞车算不算 黄峰脑中 顿时一万只马奔腾而过 之后他在汽车上来回寻找 疑惑着怎么没有 发动机倒是找到了 但就是没有找到电源 夜市听后立马不耐烦了 指着垃圾桶 说着不要浪费时间了 兴许早就被他人弄走了 还是看看 有没有能回收的废品 当黄峰探气想要放弃之时 忽然夜市说他有重大发现 黄峰赶忙走得过去 问着是找了发电机了 但并不是什么发电机 而是一个下水道入口 夜市想要进去 黄峰劝说他里面充满未知 贸然进去太危险 而夜市肩笑着 说到越是未知的地方 越有探索价值不是吗 说不定下面就是一种 求进美少女的地步 到时候我可能还能享受 一把英雄救美 黄峰听后说着 虽然我不敢抖头你的妄想 但下面可能会有 装着发电机的宝箱吧 就这样他俩走进了下水道 当他们还在疑惑着 这是什么萝卜 看起来挺别致的 夜市想吃 黄峰见此劝他 老老实实带回去 问清楚情况再说 到时候独死了 我可不负责 不多时他们来到了 下水道的深处 忽然夜市愣在了原地 浑身都在发泡 他的头顶也出现了 黄色的探号 之前碰到便衣大损的恐惧 油然而生 这时下水道的深处 发出了怪兽的低吼 下一秒的撒腿救抖 而狂风以为 他得了是心风 我扮演废土游戏NPC的事情 居然被玩家们发现 就在刚刚狂风和夜市 来到了一处下水道 正走的 他们听见了 来自深处一种发出的低吼 被吓得撒腿救抖 而另一边 方长和白鞠正在给茅厕挖坑 太阳高照 晒得他们浑身一股汗凑 我捂着鼻子 告诉他们附近一公里有水源 可以去洗个澡 另外尿液是无菌的 直接用来浇灌农作物就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 方长建议我修建个澡堂 没准以后会有女玩家加入 总不能让女生到外面洗澡了 突然两生救命声传来 原来是逃跑的夜市他们 就在夜市要掉入茅坑时 及时杀住了警 但毫不知情的狂风 却直接将它连同自己 一起撞了下去 采集的蘑菇也是飞在空中 掉了一地 我捡起了地上的蘑菇 看来他们找到了好东西 过后我为他们煮了一锅 和绿豆汤没有区别的粥 但他们却像饿死鬼头 他一样囊通了面 难道是我煮得太好吃了 我带着一锅询问夜市 你们是在哪找到的这蘑菇 唐风说他在地图上有标记 就在离湿地公园不远处的下水道 夜市问我这蘑菇能不能吃 或者是否能用来研制加巴肥药 你们想多了 那东西的学名叫做蓝色天使 除非你百毒不清 不然吃了之后一小时 就能见到真正的天使 虽然不能吃 但它是制作消福剂的主要原料 不过幸好你们没有遇到一种水质 这蘑菇一般都长在它的巢穴附近 幼年的水质没有什么威胁 但成年之后能够尝到三米 一口就能将人直接生吞 两人听后得知自己 刚当时在鬼门关溜了个弯 想想就有些后怕 这次的行动发现水质位置奖励你们200贡献 采集的蘑菇算作20贡献点 所以一共是220贡献点 我看着两大袋的蘑菇 这玩意可以拿到贝特街的回收站售卖 虽然这里一共能卖出40枚的筹码 但实际价格远远高出这个数的两倍以上 随后我告诉他们我要出去补充物资了 下午5点小七会为你们打开电梯 记得准时回到避难所 之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醒期 等我走后 他们正讨论着 方常说既然这蘑菇这么珍贵 且生长环境那么危险 但偏偏却只有20点的贡献点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问题 正常来说 玩家的任务奖励跟任务难度成正比 暗常理你们不该只获得这么点贡献 看来任务都是有优先级的划分 我们下午干的事都是NPC管理员 采纳我们的意见之后发布的任务 所以我们只要满足避难所的需求做事 就能够获得贡献点 而且获得的贡献点也是成正比 但NPC管理员的思维却简直高的可怕 没准那家伙其实是真人扮演的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晶片的计划 我扮演废土游戏NPC的事情 居然被玩家们发现了 就在刚刚方常觉得身为NPC的我 思维行动都太像真人了 很有可能是真人假扮的 夜市听后心中一颤 难道他想利用我 方常让他别担心 就算如此他也没害我 甚至还救过我 我现在最在意的是 怎么在第二轮封策之前 获得更多的NPC好感 随后他们手搭手喊到 为了保证之后 我们比其他玩家有更高的起点 我们组队吧 夜市一脸疑惑该怎么组队 方常解释 接下来我们的情报贡献 发挥各自的长出就好 随后他让狂风和夜市 沿着湿地公园的湖岸侦探 发现一次巢穴的区域标记住 夜市则是一脸嫌弃 好 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对手 方常和白鞠则是一起去砍树 不久后已是傍晚 另一边的贝特街甚是热的 只见一双穿着破烂不堪的黑丝 和戴着镣铐的女人走 原来这是贝特街镇长买回来的奴隶 宝查里赶忙上前欢迎 来人是巨石城李斯克商队的商队首领李斯克 当我来到这里 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那个姓李的又来 而且还带来了传说中培养品培育出来的商品克隆人 既然巨石城的商队在这里 现在过去没准镇蘑菇能找到的好买家 不多时他们正要离开 被我叫住李子 有空吗 我这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李斯克听后顿时愣住 询问我是哪个 见对方抬枪 我举手说道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想和你做场交易 却是被他们一顿嘲笑 交易 就你这样的还想和我们做交易 随后我将两大袋的蘑菇放在地上 说道你确定这玩意你不想要 李斯克看后当即来了兴致 询问我这东西什么价格 我一脸紧张地说道就要这个数 200没筹码 可对方想都没想就答应 看来报价还是太低了 这群狗日的将这东西回收之后 卖出的价格肯定比这高出十倍 最后他也是猜中了我的想法 问我要不买点装备啥的 绝对比贝克街卖的便宜 我倒是想买把能放炮的家伙 他一个响指 手下就拿来了一把三八 大概并递到我手上 我拿在手上比划一下 他就要收我200筹码 我让他便宜点 他差点动手打我 随后我冷笑着说道 我能找到的蘑菇可不止这一步 你给我想清楚 他听后权衡了一下利弊 便伸手想和我交个朋友 说道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当然合作愉快 毕竟你今天坑我的 改天我一定让你十倍奉 若你穿越到了一个怪物横行的世界里 你会如何建设好自己的避难所 并发展出自己的事 我为了给避难所扩充装备 正在与奸商讨价还价 即使我被坑到吐血 也只能说声谢谢李总 只因我的势力还不够强大 他怕我在采金蘑菇的毒中 被怪物吃掉耽误他发财 给我说着怪物巢穴是如何如何的危险 但我早已对一种水质的特性了如指掌 这是他拍向我的肩膀 嘱咐到希望月底我来的时候 能够见到你跟我保证的四十斤蘑菇 价格就一共算你两千枚筹码 至于你想要的装备 到时候在我这里订货就好了 接着他一个响指 手下就拿来了一台平板电脑让我挑选 我看着平板上售卖的装备 这老奸商的好东西还真不是 这时我看到了我一直想获得 发电机 但价格居然需要一千二百 之后我又挑选了一套动力外骨的装备 加上发电机正好 是我下个月卖出蘑菇的两千枚筹码 随后我将平板归划了他 他看过我想要购买的物品后 对我说到这两样东西 可不是一名普通拾荒者能够买得起 到时候被镇里的人看到了 你该如何解释 我让他放心 我并不打算将他带回贝特街 他一脸不屑 你怎么处理跟我无关 到时候被发现了 我也不会承认是我卖你的 过后他就要离开 在商队看不到我的背后 我正对他们比着眼 不久后 天色渐晚 就不回避难所发 等我来到贝特街 因为刚刚的商队这里 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市民们为了更便宜的 买到过冬的物资 正在与老查理讨价还价 差点没给老查理累死 这是一个男人举着牌子 喊道这是镇长大人的动员令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月底之前 每家每步都需要缴纳 100公斤的木材和二方毛皮 市民们听后议论纷纷 我也心中暗自猜想 看来这镇长打算 用大家的物资 卖给商队过个肥年啊 不过这与我无关 冬天之前我就要离开这里 不多是我来到了家门前 但我的前方小鱼 正与王家的三儿子王德福吵架 原来王德福看我几天都没回家 认为我已经死了 想把我家里的东西搬走 小鱼为了阻拦与他发生了争执 小鱼生气的喊道 大哥哥没有死 王德福还不想放弃 还想与小鱼分赃我家里的东西 但小鱼指着他让他滚 他见小鱼油颜不尽 一咬呀 就要挥拳打小鱼 这时我走了上来抓住了他的手 刚才就是你说我死了 小鱼见我回来了 一脸的高兴 并告知我一切 那家伙想拆大哥哥的家 不仅如此还想打我 我听后一把将王德福推开 安慰地搂着小鱼 有我在 没人能够欺负 并威胁他 小王啊 你是打算自己走 还是我请你走 紧接着我的手 就伸向背上的钢管 他吓得整个人都结巴 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 过后小鱼对我说着谢谢 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客气 不相帮助而已 但我心想小鱼为什么一直叮嘟 难道是想吃棒棒糖 见此我递给他一颗棒棒糖 小鱼高兴地飞起 看来你就是想吃棒棒糖吧 不过你还挺一起 这个棒棒糖就当奖励你 这时小鱼的父亲和两个哥哥 回来看到小鱼对他打着招 小鱼心中一颤 赶紧就跑回了自己家 我有些疑惑 难道他家长不让他跟我来往呢 他们从我身前走过 但唯独小鱼的二哥鱼虎 转头看向我 并对我说到这几天你不在 我还以为你死了 是说的是人话吗 看来你的直觉不太准 随后他跟我叙述 刚刚在镇上发生的事 听说李嘉仁在北部的林地里 发现有入群迁徙的痕迹 让我去那边碰碰运气 兴许不仅能够弄到毛皮 甚至还能弄到肉 但被我拒绝了 我想到他们去北上打电 而我的避难所正好也在那边 希望到时候别遇上了 这时他还看出了 我是个有本事的人 说着王家可能会找我麻烦 接着他用他那聪明的大脑袋 想出了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将自己的妹妹小鱼 嫁给我 并且说到如果我着急的话 今晚就把婚礼给爸 我听后立马就跑回了家中 开什么玩笑 让我娶小萝莉 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小鱼嫁给我之后的话 甚至脸红 虽然小鱼长得确实渴 但我也接受不了 登避难所的玩家们 交代完任务后 却独自一人来到贝克街 撩起了萝莉 而玩家们还在为 刚刚砍伐的木头发愁 虽然这两天以来 收获的木头 已经足够将疗养院的 北面和西面修建起 但如果下雨的话 这些没处理的木头 不久又会烂掉 方常询问白鞠该怎么处理 这对于搬过砖的白鞠来说 都是小菜一碟 比如说可以烤干木头里的水 或者两头刷上油漆等木材 自由风干 再或者泡在水里也可以 这时方常想到这片废土 到处都是混凝土废量 可以将那些碎渣和水泥 拌在一起当建材 白鞠听后 回到前提式的油水泥 在他们还在讨论时 夜市和狂风已经回来了 说是有了重大发现 夜市将装有啥玩意的土 放在地上 抛出地图就要给他们 看看自己的收获 地图上打叉的 都是他们探查到的怪物巢群 圆圈就是安全的区域 方常问到同里庄的是啥 狂风说这泥巴 看着能够当建筑材料 所以就带回来 这时白鞠看了出来 这玩意可以用来做摇炉 但这点泥巴还远远不够 白鞠让他们再多挑几土回来 然后他和方常则是继续去砍树 另一边的狂风和夜市 正在被长着两个脑袋的熊锥 突然狂风一个不慎栽倒在地 眼看着就要被一种吃掉 我就被惊醒过来 原来只是我的一场噩梦 这时门外传来小鱼的声音 询问我是否在家 随后我走出房间 问他有什么事情吗 只见小鱼拿出一块 用纸包着的饼干 说道这是送给我 我脸红的问道是送我 于是便接了过来 突然小鱼好像在示意我什么 我将耳朵蹭了过去 他对我小声说道 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说是这块饼干 是他二哥亲手为我做的 我有些无语 看来他二哥是铁了心 要将小鱼嫁给我 正当我们聊得开心的时候 两个不速之客走来 来人是隔壁王家的长子 和一向看我不爽的王德府 他们也没说什么 从我身边走过 但在我眼里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过后我让小鱼回自己家 我要出门了 小鱼让我路上小心 他会帮我看好家 等我平安回来 我抚摸着他的头 说了声谢谢 虽然小鱼现在还行 但再过两年 应该就成大姑娘了 说不定真的能嫁给我 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废土世界里 买个一抹斤都可能会丢命 而我为了筹集过冬的物资 来到了贝特街的回收站购买 拿出了身上仅剩的21枚筹码 找到了老查理 买了7公斤的青麦 和4两腌制肉食的烟液 想到有了这烟液 吃不完的肉食做成腌制品 留着过冬就好 老查理将我需要的7公斤青麦 放在地上后 便开口说道 你好像昨天才在这里 买了5公斤的青麦了 闻言我心中一惊 这时我才知道我大意了 这段时间我没有卖过啥废品 却能连续两次购入大量的物资 一旦阵掌对账发现不对 认为我暗地里倒了些什么购荡 到时候可能会直接母覆我 看来老查理这是在提醒我的 但不管他是否是对我出于好意 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 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走之前他觉得我需要一头牛 该不会是在调侃我吧 看来我得赶紧离开此地 当我回到疗养院 顿时亚麻呆住 这是什么玩意 任务板上应该没有建炉子的任务 方长走上前就要给我介绍 以后我们有了这炉子和土壤 便可以制造水泥的粗料 首先将树皮烧成草木灰 加入水中搅拌 过滤掉上层的甲碱水 剩下的泥浆挤干水分后 得到氢氧化钙和碳酸钙 最后原料加入高炉段烧成成红 再将河边捡来的沙土混 加水搅匀就能得到草木灰水泥了 原来如此 之前我也试过 但方法错了 难怪我之前做不出来 另外那些过滤掉的甲碱水 可以用来揉制皮革 等方长说完 我咳嗽两声 这次你们做得不错 得到我的夸奖后 方长兴奋的手里的水都要挤爆 看来这回好感度肯定是涨 夜时见状上去就是个锁猴 你这家伙居然把团队的功劳全部吞了 既然如此 为了奖励你们 我就给你们多添个帮手了 得知要来新成员后 他们当即就饭请花吃 管理员大大务必安排给你们成员了 我点点头 你们的建议我会考虑 努力干活吧 众人文言立即抄起家伙 你争我抢的就要去判数 看来为了得到我的好感度 他们也是拼了 不多时我回到了避难所 这时系统叮咚一声 竟然又触发了任务奖励 一共获得了七奖励点 随后我将获得的七奖励点 兑换成了初级盲盒 这次的盲盒拍出了五根棒棒糖 以及一块巧克力 和一袋食盐 这惨不忍睹的奖励 令我直接就贪坐在衣服上 要是能多来点盐就好了 这样又能做菜 又能做腊肉或者香肠 但要是把这盐拿去交易 至少能换得二十至三十倍重的足盐 可是现在的实力不允许 要知道盐这东西 可是仅次于军火的暴力交易 导不好会惹来杀生之火 现在还是老老实实 见识好基地再说吧 看着聊得热火朝天的游戏群 几个心念孔 看起来好像都不在地 不然一个人的发言 引起了我的注意 用木材的甘柳 通过胶木屋等冷凝物 进行过滤就可以得到乙醇 顶铜 甲醇构成的水样容液 这家伙有点东西啊 丙醇可是可以用来做 无烟火药的好东西 随后我点开他的主页 当即就对他发出了邀请 因为小日子过得 不错的某岛搏乱岛和废水 导致全球进入废谷时代 而我为了生存利用系统 以游戏的方式 召唤了各个世界的昆昆来到这里 一起重新建立起属于我们的家园 就在刚刚避难所 终于又要迎来两位新昆昆 眼前的这位木匠就是其中一个 当他收到我的邀请 满脸的不可置信 随即就问我预约之后 是否还需要走什么程序 我告诉他预约编号发给我 等我三天后的通知就好 正当我还在想着现在有了木匠 前哨战还缺点啥昆昆 木匠就把自己拿到了 封册资格的事情 告知了群里的昆昆 昆昆们当即就不乐意 我先预约的凭什么 这家伙还真是能嘚瑟 看来我又要安抒群里抱走昆昆 于是我便解释 游戏还是封册阶段 现在急需一些具备 特殊领域知识的玩家 来当小白鼠 再等几天会有100个游戏资格放出 安抚完后 我想到反正基地粮食已经够吃 不如再招募一名大厨吧 接着我在群里问到 游戏还缺个厨师 请大家展示绝火 群里的昆昆当即就开始展示 这特么让我杂学 这年头谁还不会打个两菜一堂 那不是游手就行 就在这时一个昆昆展示起 自己练习两年半 获得的奖杯和荣誉证书 我随即就发出了邀请 没多久小七匆匆忙忙的找到我 说是自己只有一格电 这我上拿给你找充电的地方 小七解释自己身上有无线充电接口 回避难所里待一会就可以 于是我便将它报起 我这就带你去充电 就在我送它去充电的途中 他想起来避难所的动力系统 好像采用的是合聚变堆新供电 听后我表面一脸惊讶 其实心里早乐开了花 得想个法子把里面的电偷出来 随后他又说到现在是2340年 对于避难所建成的年份太过久远 那如果电用完了咋办 小七挠挠头不知道 因为按照计划这座避难所 一百年前就应该打开 但不知为何推迟了整整一个世纪 不过也不用悲观 只要解锁避难所的第三层动力是 然后更换燃烧棒就好 说得轻巧 我特么上拿找燃烧棒 来到避难所后我将小七放下 小七你就在这里充电吧 不过短期内电量应该不会存在问题 相比之下我更担心眼下即将到来的寒冬 看来留给我准备的时间不多